666推車上這十尊三太子神像 看起來像是搭車出門 是想去哪呢 直奔門口 沒有人能攔得住 明明就慌在那裡 怎麼會跑掉 所以說以為太子爺跑出去玩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太子爺推車一個轉彎 就撞上鐵欄杆 這才停了下來 佛具店業者事後 調遷視器畫面 PO網直說 剛剛找不到一車的太子爺 太子爺想開車出去時 你想攔也攔不住 大批網友在底下留言 有人說這颱風要來了 先開車出去巡視 還有人說做好安全帶要綁好 更有人說這技術很好 都沒有翻車 這很神奇 可能會流下來 因為下面那個波度 有點不平 不平 你叫你說車的滑滑滑滑 應該倒了 這個都沒辦法 這是下一間佛具店 但到底太子爺推車 怎麼會自己溜走 調閱其他的監視器還原 原來是這名員工經過時 所有去推到把守 加上地勢有點波度 才會讓推車一路滑行 但業者也說一路上 神尊也沒有掉下來 也沒有翻車 反而像是開車出遊一樣 頭也不回 四處找找都沒了 找不到 才可以調監視器 業者一開始還以為 東西被人偷走了 四處找都找不到 超級緊張 調閱正視器畫面來看 師尊太子神像 實在很像搭車出遊 笑說頭一次碰到 真的是苦笑不得 記者侯郭文嘉義報導